最漫长的一日,最温暖的陪伴,每日与主同行,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,伴你成长。我是阿清。 我买一支军队去攻打巴比伦,逼使巴比伦人乘搭他们引以为傲的船逃跑。 我是上主,你们的圣者,是以色列的创造主和君王。 我就是那曾在水中开路,使海中现出一条干路的上主。 我召来了埃及强大的军队,并他们所有的战车、战马。 我把他们淹没在波涂中,他们都淹死了。 他们的生命昔灭,将消尽的足心。 可是,忘掉这一切罢,比起我将要做的,这算不得甚么。 因为我就要做一件新事。 看,我已经开始行动了,你们难道没看见吗? 我要在旷野开通道,在干旱的方圆开江河。 野地的酒兽要感谢我。 柴狗和猫头鹰也感谢我。 因为我在荒漠给他们水渴。 是的,我要在干旱的方圆开闭江河。 让我所拣选的子民恢复活力。 我为自己创造了以色列。 有一天他们要在全世界面前荣耀我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人生满希望。 成与拜于常人来说,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。 如果我们相信万事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, 为什么上帝总要让人经历到多番折腾和起跌呢? 历史中的以色列人如何面对失败, 从颓换拜瓦中站起来, 多少给我们一些启迪。 时值以色列人流亡的黑夜, 先知却劝慧同胞, 就祖先出埃及的经历, 指出战胜失败一个新的可能性, 是上帝在昔日施行其事。 使海中出现一条干路, 又使埃及冰淹没在波涛中。 今日,他再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, 从巴比伦这个围怒之地返回家园。 这是掌管历史上帝的工作, 昨日如是,今日也如是。 往事如梦如烟,又何必沉溺其中,不能自拔呢? 人必须走出过去失败的阴影, 并且时刻敏锐上帝拯救的大能。 先知叫这个做一件新事。 目的是让上帝的子民在逆境中仍然活下去, 使他们日后述说上帝的慈爱, 传扬他的美德。 原来,人总是从失败中学习成长。 失败不可耻,也不可怕。 可怕的是我们在跌倒之后, 从此不愿意起来, 只是在怀面过去的风光, 失却重头再来的勇气。 莫忘记,上帝会在困境中扶持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